我跟老公一年都没有夫妻生活了 这算无性婚姻吗 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啊 有些人会认为一直无性才叫做无性婚姻 但是根据科学的定义 我只说科学定义 夫妻没有病和意外 一年当中夫妻生活的次数少于12次 就会视为无性婚姻 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 其实你们已经视为无性婚姻了 2009年 潘隋明教授的调查当中也显示 中国夫妻无性婚姻的占比高达25% 也就是说每四对夫妻 就有一对症遭遇无性婚姻 我们遇到有很多的来访者 他们觉得跟老公 比如说一年一次就不算无性婚姻 甚至有人还会觉得 我们几个月一次也算是正常的 但其实这又是一个大的误区 正常的婚姻 我只说我看到的大部分啊 一周一到两次 而且频率是固定的 除非啊 一些比如说身体生病了 不舒服了 才会没有 所以我其实很赞同的是 美国有一个学者 叫托马斯拉克尔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对于人类来说 性不仅仅是性 性是一种语言 是一座桥梁 是从孤独通往亲密的所在 是建立彼此相处的融卢 所以我经常也会说一句话 我说婚姻是一场修行 如果说你俩没有任何的身体链接 你们的感情链接 又怎么会深厚呢 但是不管你们是有性的还是无性的 其实我都会希望你们能够先好好爱自己 先绽放自己的生命力 然后再去想如何把婚姻家庭关系经营得更好 感谢观看